诸葛亮特别疼爱马苏 这一点是看三国的人都知晓的 而究其原因 很大一部分是其兄马良与诸葛亮的友谊 而相反的 以识人著名的刘备 则多次劝说诸葛亮马苏不堪大用 可惜诸葛亮最终还是未能重视刘备的意见 最终导致了接听之失 从而是第一次北伐功亏一窥 那刘备为何会向诸葛亮多次提醒马苏此人不可重用呢 我们今天就慢慢说来 刘备用人手段绝对是一流正所谓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在刘备阵营中的 关羽的刚愎自用 浩大喜功 张飞的脾气暴躁 魏妍经常越级向领导汇报工作 可以说每人都有其性格上的致命弱点 但刘备都能够人尽其用 相应的他们对刘备也是忠心耿耿 不断为蜀汉建功立业 可是马苏似乎不是这样 马苏比较博学 而且弹起兵法 朗朗上口 史书上说 兄弟五人 并有财民 按理说这样的人 刘备应该重视财队 刘备为何反感马苏呢 一 马苏过于年轻 更像是纸上谈兵的赵阔马苏 蜀汉纸上谈兵第一人 诸葛亮都赴他通常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将 对于纸上谈兵的年轻人 都有着天然的隔阂 当然马苏在蜀汉阵营中 就是这类人的代表 战国时期的赵阔一直作为负面形象在历史中流传 而诸葛亮对马苏的肃然其境 让刘备感觉到了不安 二 诸葛亮与马氏 都是荆州集团核心人员 马苏是荆州人 是诸葛亮的半个老乡 诸葛亮必获荆州 隐居隆中的时候 马氏武昌也曾声名雀起 和其他兄弟相比 马苏似乎一点不逊色 而诸葛亮和刘备当政之时 荆州集团也在蜀汉阵营中 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对于刘备来说 更希望让东周集团 原从集团对荆州集团形成牵制 但诸葛亮的做法 很明显是与刘备的希望相做的 三 诸葛亮与马苏走得太近 刘备除了对马苏的能力不信任外 其实更担心诸葛亮对荆州人士的偏好 刘备也是一个喜欢人才的人 但是喜欢人才要有一个度 过又不急 诸葛亮也是一个爱才之人 但诸葛亮与马苏 经常通宵达旦的商谈鼠汉正经事项 可见其对马苏的喜爱 刘备害怕诸葛亮与身后的荆州集团 一旦形成稳定的小团体 肯定会让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形成威胁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马苏是否真的是须有其表 并非刘备劝诸葛亮的真正原因 刘备真正想看到的是 荆州集团不会成为蜀汉政坛中的一家独大 而马苏只是刘备表达这一想法的一个奇眼而已 可惜无论是诸葛亮未能理解刘备的苦心 还是诸葛亮不愿放弃已经编制好的这张人秦王 诸葛亮当政期间 荆州集团妥妥成为了蜀汉政均的中流砥柱 到了诸葛亮北伐 荆州集团已站稳脚跟 杀马苏除了有正国法的含义之外 更有显示诸葛平衡各集团之意 直到诸葛亮北伐 马苏施阶停导致失败 诸葛亮才发现了马苏的不堪重用 但此时的马苏 已经不是那个刘备眼中荆州集团的代表形象了 对于诸葛亮来说 此时的马苏只是马苏 虽然不舍 但他的死却可以体现诸葛亮的不信私情 秉公执法 所以斩了以正国法 小杰来说 刘备对于马苏的谏言 有一部分是因为对职上谈兵的不信任 更多的是希望诸葛亮 不要刻意提拔荆州集团人士 罢了三国接庭之战 马苏为何惨败于张和 真的是因为在山顶扎营导致吗 张飞是徐州 关羽是荆州 马苏是接庭 哪一场失利对蜀汉罪致命 曾有人差点为刘备夺取天子 此人是谁 在山顶扎营导致朵 事实在顶扎营导致 有漫扎营导致 任何豐 河 寸 有漫扎营导致